李子柒背后的微念资本版图是如何扩张的 在原创视频停更三个月后 头部网红李子柒与其所属的NCN机构 杭州微念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故事的起源要从2016年谈起 刘鹏明被外界称为李子柒的博弱 2016年 刘鹏明找到了已在网络上出路锋芒的李子柒 两者的大致分工是 子柒文化负责内容创作 微念围绕着李子柒IP进行商业布局 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 在YouTube平台发视频是有广告分成的 一般签字播放量在7.04元13.37元 而李子柒的视频动辄播放量 达到600万700万甚至上千万 对此 微念则表示 YouTube等海外网站的视频 是全权委托海外的公司来帮忙运营的 需要给对方相应的运营费用 截至第一财经记者发稿 李子柒微博粉丝达2763.2万 B站粉丝792.7万 在迅速成为短视频领域的超级IP后 借助李子柒IP的影响力 微念也得以在投资版图上快速扩张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资本的加持 或许是出于利益分配达不成一致 今年7月14日 李子柒在微博上发布了 前往四川自贡炼制景年的视频后 便在为更新原创作品《天眼查》APP检视 2017年9月起 微念申请注册多个李子柒子柒商标 国际分类涉及食品 网站服务 啤酒饮料等 这些商标状态目前为等待实质审查 商标无效 军类注册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